那其实今天一个人的处心就以失败而告终了 嗨大家好,我是飘飘 虽然呢我们搬到巴德这边也有几年了 但是我跟大家说 我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出过门 我一般出门呢都是我老公开车载我出去 今天呢他在家里工作 然后玉桐呢上学去了 我今天自己一个人出来试试看 坐公车出门 我从来还没有坐过巴德这边的公车 那今天就试试看喽 我现在呢要到广丰新天地去 我要坐的是GR2 这个是站台 GR2看一下 站台上怎么写的 自将到站 哦,太好了 上次有个大陆朋友想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公车站 车子快来了 坐着等一下 我们这边呢这个交通呢还是比不上大城市 像台北啊高雄啊 那桃园这边的民众呢一般性还是以汽车或者是机车出门为主 我们都很少坐公车了 对面有一个吊虾场还有全家 请问有没有巴德的朋友啊 刚刚GR2经过这边没有停 他开走了 我不懂这边坐公车是要出来张手的吗 那我没办法现在只能换其他的车走了 这个20212021也到广风新天地的 202112点12点会来 嗨,朋友们 我不准备去了 我重新看了一下那个电子站牌 其他的每一辆车都要过40分钟才来 那我可不高兴再等那么久了 算了 明天再出门吧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桃园的朋友 然后这边看到有公车来 是不是需要自己站在前面招手呢 不然司机是不是到站他不会主动停下来呢 那其实今天一个人的处形就以失败而降终了 那这个车次的间距确实时间有点长 白天的话好像看下来都要达到半小时以上 下一趟车才会来 所以说我前面就说了 我们这边坐公车的人真的会僵持 我觉得我还是要去学个车 因为我们明年也准备买车了 人话这个出门真是个大问题啊 这么回去太尴尬了 到全联去买点东西吧 给芋头拿一个建达冰芬乐 再来买纸巾 再来买纸巾 卫生纸 这个是 134 12包 就这个好了 再拿一瓶火醋 结账咯 我真是乖巧呢 其实在我们这边没有车还是蛮不方便的 之前也有朋友提议 就让我去学机车 那我跟我老公商量了一下呢 他也觉得就是 因为我们这边马路上 车子还是蛮多的 机车啊 汽车啊 而且呢 路也比较小 所以呢 他也觉得就是 像我这样子 一个人 本来做事就有一些 马大哈 去学一个机车呢 可能不是特别安全 所以说呢 我 暂时呢 还是不考虑去学机车了 嗯 我们打算呢 呃 明年 过完年可能吧 我们准备买一台车 我准备 去学一个汽车驾照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以后出门呢 就会方便很多了 不要再让我来坐公车 好了 那今天也是一个乌龙事件 不过呢 我觉得 既然要在台湾生活了 是吧 也在我们这个巴德生活 那样样呢 都得去尝试 是吧 你永远不去尝试 你永远不知道 那个公车该怎么做 是吧 呃 我现在可能知道了 就是 下次等车过来的话 我就招手 对吧 那司机应该就会停了吧 是不是这样子的 反正 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开头嘛 对吧 希望大家给我鼓励 好吗 我们一起加油吧 那今天的影片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咯 喜欢的朋友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好吗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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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